大家好,我是Dora 今天来和大家挑战一下我自己 在挑战之前,订阅,分享影片和朋友 如果你喜欢的话,订阅,也订阅,还有订阅 其实,我试过一次没有上传影片,订阅,是否不做 大家订阅,就是订阅和订阅 因为始终都是需要这些讨论 订阅也帮助到的,麻烦大家 今天来做什么呢? 在我做什么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旅行吗? 我试过有一次去北美洲 十几天的旅行 我忘了拿了自己的行李去旅行 我不讲内容的故事,免得太长了 并不在 Corínt 总之,我忘记拿了帖子 我去乘搭车我不知道 City check in 我不知道 去到机场等很久 也不知道 坐完整程机我自己都不知道 没有帖子 在哪段 perimeter? 去到下机等帖子 坐在等帖子 我问你 inevitably等帖子 我便订阅我今天的帖子 我还说还没带出帖子 我说我还未出帖子 我还还没有带出帖子 我不懂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每一個旅程也有些功能要去 有些人要穿衣服去見人 我記得那次我只是套裝了 一套好像是睡覺的衣服 在我的行李箱之外 其實我是沒有衣服 是可以見人的 我才問你是不是去買 但原來你要明白 當你想去買衣服 和逼著你去買衣服 是兩回事 逼著你去買衣服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可以告訴你 真的很痛苦 衣服我都不說了 其實這件衣服我就是其中一件 在那裏買的 所以我穿出來就是給大家看 其實我就買了這些 在被迫之下 那我回魂之後 其實就要找到我的行李箱 我都不知道自己去哪裏 我都不知道是留在家 我不知道是在車道不見了 在機場不見了 或者是在哪裏不見了 到我回到家後 我回魂之後 第二個關心當然就是 我沒有護膚 我沒有化妝 什麼都沒有 我只是套裝了少少的護膚 是相機用的那一程 之外是我所有的東西 入行李箱 當然我才不斷去買 如果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對Sephora 情有獨鍾 是很喜歡她的 而入行李箱 每次都好像 去到美國 美國那時就好像香港 AFC那些那麼大間 當然更大間 例如紐約那間 有兩層 其實每間都不同 但加拿大當然是小很多 除了有一間多大 我進去到Sephora 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當時還在香港 很多東西都不能買 去那次 Sephora 是我人生之中最痛苦的一次 原來當你要做些決定 是你每樣只可以買一件東西 而你可能要有些時間 又不想浪費錢 又不知道有沒有用 是一件都挺痛苦的事 雖然我都買了很久 但是每一樣東西拿起來 我都覺得 怎樣啊 要不要啊 你明白嗎 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 相片的妝 因為它有很多Mini Signs 我都沒所謂 我用十多天 應該不會死 其實原來用不適合 皮膚化都很麻煩 我記得我是乾 當然那邊是乾很多 而且是乾 乾 而且是出了粒粒的 無論如何 我就引發 不如其實做一個影片 就是我如果當我現在 這個時刻看 我自己的東西 screen一下我自己的東西 有些什麼我會再再購買 或者是我是不可以 在現在的生活 因為我是很... 其實我是不停換東西 我可以跟大家說 所以我也是很少會想 再購買一件東西 因為我想試新東西 我用完一件東西 其實我很開心 我可以去換新東西 但是有些東西 原來發覺我是 這個時刻 我是 cannot live without 第一件事 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我提過無數 那麼多次的Emma Hardy 的cleansing balm 我陪伴了我 起碼都十年以上 我每次一定會這樣 意思就是 我一定會有一個 backup 我想我十年以內 我還沒試過沒有一天 在家裡沒有一個 Emma Hardy的 backup 那我最近 因為可能是 這個頻道 我不知道 我自己想試一下新東西 因為看看 其實它的反應是怎樣 真的會不會不好 我試了四種cleansing balm 在市面上 我試了Green Pharmacy 我試了Wishful 我試了Heimash Heimash Heimash是用開的 還有試了Drunk Elephant Drunk Elephant 我之前提過的 它那個很幸好是是sample 有些都是sample 有些一粒粒的東西 是溶解不了的 所以它是完全解決的 所以我完全不會考 Heimash我之前用開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天氣問題 我這次用它很乾 我是暫時 冬天用不了它 Wishful 我也是剛剛試的 我覺得OK 但我覺得清潔能力 跟Emma Hardy 真的有分別 Green Pharmacy 就OK 沒有什麼 feedback 我用了不太久 都是sample 我想我也是 要留意Emma Hardy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 因為它的質地 我覺得它的質地 最大分別 其它的cleansing balm 就是它的質地 其實好像一些高狀 但它是油來的 很獨特的 因為我的乾皮膚 真的適合 油皮膚 Combo Skin Tolent 那些會適合你的 Cleancer 我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想要哪一種 只可以買一個 以後用它 是不可能的 對我來說 我可以問大家 但如果真的要我 逼我選擇 我會暫時選擇 它 因為它 令我很安心 不會有敏感 不會有其他 我不想見到的東西 或是乾 所以如果你真的逼我 要選擇 很驚訝的 我是選擇 早上的 routine 我暫時不會用 或是想更換 暫時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一個我新Discovery的牌子 是叫做Beauty Bio 是一個美國牌子 而它自己是Daddy 這個founder 是一個Odin Model Daddy 是早幾十年Lab的人 所以由小到小都在Lab裡面生存 基本上 我找了她之後 我很喜歡她的東西 先說一下 早上用什麼 我暫時用維他命C 我是不會更換的 我都喜歡她的 很透明 很透薄 因為她也是說 透明透薄是好的維他命C 亦是平均 然後她的霜霜 早上晚上都可以用的霜霜 我也是很喜歡 因為她是很保濕 很保潤 但又不會黏著我的皮膚 因為我很怕霜霜 會黏著我的皮膚 我又不是很好的 當然上次也說了 我暫時不可以使用 就是她的肌肉系統 雖然她會半年做一次 我暫時會保持半年做一次 我暫時會用她的維他命A 我暫時就算什麼維他命A都好 其他牌子的維他命A 我都必須在我的規範裏面 都是她的牌子 我對她的牌子是有情慾獨鍾 因為我覺得她有些系統 而且我看到有成效 這是什麼 這是內膚霜 我不知道大家沒有這個經歷 我一向都沒有這個感覺 我都沒有這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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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很擔心 即時就找到什麼方法 我用了這個系統 現在到了Face 2 我發覺我的頸是沒有那麼薄 厚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是沒有那麼紫薄 紋的能否幫到 我不覺得是很暫時 很明顯的 是有減淡的 所以這個我也是會吃 另外一個產品 我是嚴重地喜歡 這個也是如果 你會把我的Facial in the Box 我都會盡量加入她 但她在美國訂回來 所以有點困難 但她給我的感覺 我的天啊 她是眼膜 我不知道大家沒有做眼膜的習慣 原來真的要用 這個好處是什麼 她是 我不會給大家看 因為我不想浪費她 我不想用 她就是一些 像Gelatine 我相信大家都買過 例如在韓國 SARPAIRS 或者日本的SARPAIRS 那些質地 SILICOM的質地 但是那些我用過 也有不同的品牌 我沒有那些 我沒有醫療的感覺 她有一點保濕 我不會用那些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 護膚也要隨著年齡 真的要改變 這一個是真是 COLLEGEN 加了一個銀的 叫做COLLEO SILVER 在裡面 為什麼我會知道她可以進入 是因為她的材料 是由很厚 敷在這裡 我敷了大約 最初我浪費了 我不知道原來 會變得紫薄 我看到她是薄 但我不知道 原來可以變得很薄 很薄 MARILLO OIL 我一定是必定要有 我當然找了便宜的 Drunk Elephant 的便宜 但你講的效用 一定是這個 是比較好 因為我敏感 很簡單 敏感 我用它和用它 是有分別的 這個很快就沒事 這個還需要時間 但這個我用來做什麼呢 我用來做刮沙板 真的非常好 因為一來我覺得便宜 二來 刮沙板要用油 所以我會選一些便宜 來做刮沙板 對我來說 真的難 但如果你真的要我 必定現在這個時候 要跟它 不讓我再煮 甚至要我再購入 我都選了幾件 粉底 兩種我覺得都可以的粉底 暫時對我來說 就是Biteri的 Hyluronic Acid 這個對我來說 是有少少厚的 現在 初初用是很好的 但是 不知道是否有口罩問題 它有時用得太厚的 會有少少看到它太厚的粉 因為太濕潤 但這個都可以的 另外就是Pet McGrath 這兩支是比較透薄的 但也是遮瑕非常好 Pet McGrath的粉底 這兩支 我暫時會想 如果真的會回購 我會回購 如果真的要的話 但我都不想 你看到我的樣子也知道不想 粉 我之前提過Charlotte Tilbury 我覺得是OK的 但如果你要我回購 我就會回購Biteri的粉 對 它真的非常幼細 非常透薄 如果真的要我選擇 我會選Cafel O'Quant 這支 高狀的 遮瑕 我之前用Claude Peur Claude Peur 我都覺得OK 但Claude Peur 我覺得它比較乾 對我來說 比較酷 而且它的遮瑕很好 而且它很久都用完了 我剛才用完這支 這支 真的用了很久 但還未用完 我每天都用它 如果有一天我用完 我都會回購它 因為Cafel O'Quant 暫時很難買 我記得第一支影片 就是可有可無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 那支也挺好笑的 但如果我選擇一支唇膏 永遠都要買它 永遠都不可以更換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還是選擇Tom Ford的 Spanish Paint 我已經想了一段時間 我會不會有其他選擇 我會想 交換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 我會想更換 因為它真的很 對我來說 我灰色很搭配 它的配搭是 用剩下不太多 這個我一定會回購 因為它真的很好 其實我只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 你經常都說要塗防曬 補防曬 怎樣補 剛才是化妝的防曬 這個是Super Group 但這個經常是斷貨 是Sephora 這個就是100% Mineral 還有SPF45 沒有 那你便塗 這個就是這樣塗上去 如果你的補妝 用油紙 塗上臉 之後用這個 塗上去 因為它是粉 我覺得很方便 而且好用 也不是很貴 二百多元 希望今天全面 這就是說 化妝、皮膚 有些什麼 我會在這個時刻 購買 或者會用一段 不會換 都是這些產品 OK 那下次還有什麼 和大家分享 再見